陽性男子騎乘機車 就擺在早餐店門口 停完車 買完早餐 並沒有把車騎回家 卻在隔天早上上班前 到霞區派出所報案 說自己機車失竊了 疑似上班快要遲到 為了擔心遭到店家扣薪水 竟然動了這個歪腦筋 才跑到派出所報案 領取三連丹 當事人卻自有說法 他說我們會晚一點到 因為我現在人在警察區 我騎車失竊了 後來的判決 看到自己其實是自己的畫面 是什麼心情 我...我天兵 報案後短短不到一天時間 警方透過路口監視器 找到了失竊機車 發現怪了 怎麼牽著機車的男子 跟報案人特徵實在太相似 讓警方起了疑心 以畫面來看的話 他是根本車子 放在那個地方都沒有動 就是說你是不是當事人 因為從那個畫面來看的話 跟你的特徵滿像 雖然之後陽性男子出面成親 自己迷糊過了頭 把車丟在原地 連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 但登載不實的紀錄 還是得為自己的粗心 負起責任 解週天節馬日文 新北市報導